原标题 是中国历史上武庙的图形 到了唐宿宗的时候 李世民家族又追封将太公为武成王 还把历朝历代的名将72人选进武成王庙供奉 史称武庙72将 三国时期的名将 楚汉有关与和张飞入选武庙72将行列 还有诸德亮入选了武庙十者行列 阵容可谓是相当的豪华 在大家的印象中 蜀汉集团有武库上将 但是李世民家族只选择了关羽和张飞入四五秒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三国演义 李世民家族的皇帝和臣子 不知道赵云 马超 王忠那么牛啊 由于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我们今天有一旅二照号三点五 四官五马六张飞的说法 李世民家族的皇帝和臣子 他们没读过三国演义 他们心目中的三国名将形象 都是来自正式三国志 他们选择武庙赔赐 都是按照正式记载的功劳来排斗 我们不妨根据武庙的赔赐情况 来说一说唐朝人眼中的蜀汉名将 在唐朝人眼中 蜀汉第一名将肯定是诸葛亮了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 诸葛亮是个文昼昼的军士武将 在唐朝人眼里 诸葛亮却是一个善于指挥作战的名将 诸葛亮在正式上的形象 是文武双拳出将录像之人 诸葛亮的嗜好 就是武侯 试法表里面对于武的解释 是这样的 刚强执李约武 威强彼得约武 克定霍乱约武 行民克服约武 夸置多穷约武 徒为诸葛武侯影视形象 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老师 感谢原作者唐国强老师 在唐朝人眼中的诸葛亮 是一个军功比文治更厉害的人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之后 几乎一直在打仗 他先是平定了南疆叛乱 又数次挥施北伐 诸葛亮除了军功之外 在军事理论方面 也有非常出色的成就 李施民和李靖在李渭公问队里面 就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推崇被制 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 评论诸葛亮降略非常 结果惹怒和贞贯君臣 被李施民和魏征等人在禁书 陈寿传里面组团围攻 诸葛亮在唐朝的地位这么高 排进武庙十折自然是理所应当了 关羽和张飞也排进武庙七十二将行列 原因也很简单 张飞和关羽是刘备集团最重要的武将 两人都有拿得出手的战功 张飞在正史上有著名的当徐之战 打得曹娥无子良将之一的张和满地找牙 关羽则有著名的湘凡之战 活捉曹娥无子良将 中唯一一个假节月的余晋 说了李施民家族把关羽张飞排进武庙七十二将的理由 再来说一说马超和赵云 黄忠为啥落选武庙七十二将的事情 马超在正史上是个品行 十分恶劣的坑爹儿子 马超的爸爸马腾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 招进京城任职 马腾把兵马和地盘交给儿子马超 就带领一家老小进京半价了 马腾这么做 是因为他相信儿子马超不会不顾全家人的安慰喜兵和曹操干仗 只可惜 马腾看错了他的儿子马超了 马腾进京之后 马超居然喜兵跟曹操打起来了 关羽 张飞 赵云影视形象 扮演者分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陆树铭老师 李静飞老师 张山老师 感谢原作者三位老师 曹操把马腾一家弄进京城 明白着是要扣卫人质 马超都起兵打他了 曹操自然要杀了马腾全家了 在以孝治国的古代 马超这样的恶行 是被舆论所不容的 马超投奔刘备之后 刘队也不敢重用马超 原因很简单 连亲爹都不要的人 谁也不敢重用啊 正是三国之明确记载是马超先起兵打曹操 曹操才杀了马腾一家 三国演义为了替马超洗白颠倒顺序 写成曹操先杀了马腾一家 马超才起兵为爹报仇 问题的关键是 唐朝人没读过三国演义 他们只认三国志的记载 所以就认定马超是个品情恶劣 连亲爹都不要的不孝子 在以孝治国的古代 一顶坑死亲爹的大帽子 就可以压得马超抬不起头了 马超落选五庙七十二将 一个原因是因为坑爹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功劳不够 功劳不够的原因 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刘备不敢重用坑爹儿子马超 黄中这个人 演义形象和正史形象差别不大 正史和演义里面 黄中都把张飞老婆 夏侯氏的亲伯父夏侯元斩了 正史上的黄中 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 他在斩了夏侯元之后不久就病死了 黄中斩夏侯元 与张飞打仗壳有本质上的区别 张飞打仗壳 是独当一面的战役 黄中斩夏侯元 只是一场局部战斗的胜利 黄中除了斩夏侯元之外 就没有一场拿得出手的胜利了 黄中落选五庙七十二将 关键是由于军功不够高 马超影视形象 扮演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安亚平老师 感谢原作者安亚平老师 赵云氏被三国演绎 抬了最高的角色之一 正史上的赵云 真的没有拿得出手的战功 赵云长板坡就刘阿斗 正史上确实发生过 但是没有经历激烈的战斗 赵云在长板坡怀抱刘阿斗 在曹操大军中杀尽杀出 干掉了几十名曹伟猛将 这是演艺里艺术家工的产物 赵云的英雄事迹 大部分是罗冠中帮他写出来 在三国演艺成书之前 赵云的知名度一直不高 赵云在三国演艺里面是武虎上将之一 在正史三国制里面 根本就没有武虎上将的说法 正史上的赵云 在刘备手下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 到了诸子亮北伐时候 赵云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了 赵云作为北伐击骨方面军的指挥官 率领几千老弱残兵 遇到了曹真的十几万大军 赵云的能力还是有的 他以寡敌众 居然得以全身而退 赵云在正史上 没有拿得出手的圣养 击鼓之战 也只是虽败犹荣而已 李世民家族的皇帝和臣子们 没有读过三国演艺 他们只能按照正史三国制的记载 来评价赵云 正史上的赵云 是个连魏延都不如的杂号将军 以他在正史上的地位 是无论如何也没资格进入五庙七十二将行列的 在我看来 诸的量五庙十折的地位 是实至名归的 关羽和张飞五庙七十二将的地位 也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马超 黄中 赵云落选五庙七十二将的原因 只能怪罗冠中出生太晚了 他要是早生一零零零年 并且写出了三国演义的话 李世民家族出于民间知名度的考虑 说不定就会把赵云 马超 黄中选进五庙赔赐的 参考书目 唐会要卷第二十三五 成王庙三国演义 三国之本文由王福星原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在订阅声